花蓮县府借于9月份的升旗典礼举行公开颁奖仪式 江湘厂长游淑珍在建设科科长的陪同向前往授奖 从县长中接获花蓮县第一名的奖杯 以及奖金9万元 他感谢第九合川局、花蓮县府以及各评审委员的给予认同 未来也会鞭策乡公所继续守护乡亲们的安全 江湘厂公所今年举办江湘厂110年度防御性抢前演习 扎实熟练的演练过程 深过考评委员一致的好评 各项灾情查报综合相联系演练确实 整合村长、自主防灾社区以及一销人员等民间救灾团体参与演练项目 有效提升地方自主防灾能力 呈现团队合作精神与成效 缩短防救灾演判时程 提升抢选效率 值得各界的学习 现在徐正位并且在班长当中 特别肯定乡长游书真的认真负责 积极向上 不为疫情冲击所带来的改变 带领江湘厂公所 透过不断的学习 积极调整施政作为 相信的生命财产安全 我们所有天灾的防范 我们提早准备 能够更有效率的来保障 我们整个社区乡镇 乡民跟乡亲的安全 这是我们吉安湘公所 责无旁贷的工作 我们相信第一名 不只是给我们 护起乡亲安全建构的第一名 更是给我们吉安湘公所团队 认真努力的一个肯定 我们相信这样的一个成绩 我们会把它拿来 作为未来再铺陈整个建设 还有我们天然灾害的防护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整备工作 为我们的安全守护做到最好最完善 感谢每一位参与协力单位 以及工作伙伴全心全意的付出 重视守护乡亲生命财产安全 他强调落实救灾强险工作 是相公所走防灾的工作 未来会积极的串联 多方专业资源 准备各项防洪防灾措施 加强熟练防灾技术 以期许防灾准备 以及救灾能力上不断的进步 面对灾害发生的时候 发挥最大效能 减少灾害的损失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